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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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美 我不晓得是这样的一个布置 这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那种花 你们俩也是 我一会儿摸一下就知道 好 来了 欢迎我 来了 摸一下 我的药 花不是真的 心是真的 但这样的布子有氛围 是的 美美的 好 你坐 对你坐 你坐 欢迎黄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特别开心见到你 这次来长沙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 上班下班 结果跨个年 本来就那天晚上说 还在二三 怎么突然一下二四了 排着歌跨的年是不是 对 昨天我们还在工作 好吗 劳模 劳模 工作跨到了2024年 这一次录制的是 声声不息加延华 所以收到了这个节目的 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又有歌唱了 又有舞台了 对 而且会唱一些 平时很少去碰到 是别人的作品 这几期的节目播出之后 黄妈有挑战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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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可谓编的 我要第一次出舞台 就是一个舞蹈演员出身的人 一辈子没跳过舞 这个55岁来跳过 第一次跳舞 跳完就突然一下 这个影勾起来了 就很想学跳舞 就发现自己还挺擅长的 就觉得 可能 有一点那个舞蹈的 那个 里面的小细胞 对 在活跃 在活跃了 开始在活跃了 启动了 那这个会跳就多跳点吧 没准以后就成了唱跳了 这个不是我的主线 我还是唱歌 那个就是当什么呢 当辅助 对 来参加这个节目 那你觉得 你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其实最多的准备就是 反复地听 这一次舞台的作品 比如说 上次《玫瑰》 那就要不停地 时不时地像个疯子一样 就在屋里 就一直在家里 就是反复地自己 一个人的那种练习 就有点像个疯子一样 傻瓜 有点画面感了 傻瓜这个歌 好听 真的 听着您的歌起床 我 听傻瓜吗 这首歌可能起不来 这个歌 这个歌可能适合 适合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说比如说听什么 《一生有你》 比如说《云端》 《向云端》 喜欢你 喜欢你 对 可能对黄妈来说 这些歌是您的一些作品 但对我们来说 已经成了我们不同的人生轨迹上 带着自己独家的一些经历 回忆的一些记录和旋律了 对 它不是我的专属 是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是 做一个不同年龄 共同地走过的时间 是我的青春也是你们的 你看你们一不小心 就掉到我的青春里面 然后过上了自己的青春 这句话我要自己好好的去理解 真的 当时有合作过两次的这个 《宝岛记》 《宝岛记》 对当时的那些歌手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就是 《花花》 我跟《花花》唱的《归宁》 《花花》唱的《真实》 《真实》 《仍然存在》 《ATHYiffe》《自外》 《练illes》 《事实》 《坏道》 《贵 videos》 《梦想救到你的未来》 《未来》 花花很酷很帅 她时不时就感觉 我能当家做主 有点反差 对 其他的就是 特别抱歉是娃娃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他们让我在视频上 跟娃娃聊天 然后我也没看 我闭着眼睛就问 我说娃娃 我说你是写那个 飘扬沟海关的娃娃吗 我那边一顿的喷了 一顿的笑 我不是 我是谁谁谁的娃娃 哪个娃娃的 我是娃娃 我叫魏如轩 你好黄吗 娃娃 你好 你好 《遥扬沟海》是你写的 不是 那个是金志娟 还有这样 这完全是好几代的 你懂我意思吗 黄马虽然就是你的舞台 给我们来说是很震撼的 但是我觉得你本人是很温暖 挺可爱的 这个功课 一生的功课 这个有句歌词里面就是要说 我妈妈一生没考过 帮下这个功课 是 这是女儿还是妈妈呀 是的 这次相见觉得 目前谁给你的印象最深刻呢 哪个不深刻 你告诉我吗 就是说我新认识的有小朋友是居多的 比如说轩轩 比如说龙 我说龙龙 比如说那个 其实出生早就有碰到过一次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十几年前 就算新认识吧 你好 新认识一下 对 那剩下的都是有 就算是老朋友了 我看到之前你采访的时候说 听说韩红老师来了 你也是蛮开心的 那是那个就老哥们了 就是无需寒暄 就是这样子 新妮是第一次 新妮 王兴林 我们叫她新妮 但她之前是不是有一个 当时在点唱会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沟通 她到重庆各唱 因为到了当地 她总得要学几句当地的 那个语言 方言 对 她又请教一下说 我妈教我几句 重庆话 我就教了她几句 就写得怎么样 她很快 她的误性很高 很快 那黄霸教我们几句 比如新年快乐 重庆话怎么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就打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学会了 对的吗 是这样的调 对 就是重庆话跟成都话 它在调调上 腔调上是不一样 那这次觉得 大家和之前 在其他天文合作的时候的印象 谁是比较有反差的呢 除了跟老韩 有合作过 南哥以前有合作过 南哥这个就不说了 我们就是同年龄嘛 好像剩下的就是这个舞台是第一次 嗯 那在录制当中有很多很欢乐的事情嘛 那你觉得谁是这个节目里面的闲眼包 那我觉得周深是厉害的 深深没错 他反应太快了 他可以什么 你的梗他都能接 他接完了他还反丢给你一个 还让你措手不及的 黄曼知不知道现在其实在网上 网友们对咱们生生不息嘉年华就有一个闲眼包的组合 他们叫洗杯子三人组合 对对对 对那个汪苏龙周深 写事算轩 对对 写轩 写轩 他们是闲眼包 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是很紧张的 见到我吧还好 因为我 嗯啊对我就是妈的样子 嗯对 我是比较愿意主动去跟嘿 怎么样 这样就是那种你知道玩起来 跟小朋友很爱互动打成一片 这个我没有我不是故意 我是真的是喜欢 是喜欢的 性格好 嗯 艺人吗 嗯 艺人 哇黄曼你真的懂好多啊 是的 艺人什么意思 就是比较外向的 哎呦这是现在那个网络用语啊 真度假度 那里面有没有爱哭的小哭包呢 我上啊 好惊讶的 我觉得眼泪是一件好的创造 大家说不出来的 也不晓得怎么表达的 呃 彼此对一些共同促进深情的 人和事 不用讲太多 你一流眼泪就知道 get out get out了这个点 所以我们就是见到黄妈真的就是有一种那种妈妈的那种 很亲近很亲近的感觉 对对对对 喜欢做朋友跟小朋友 嗯 没有那种哎呀我们两代人哈 来听我说 听我说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就会瞬间下到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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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这种没有没有没有 嗯 所以就愿意跟黄妈唠嗑的这种就像那种歌一样唠嗑 今天又听到那个是妈妈是女儿就一直忍不住的那种流眼泪 你装了没 啊 也也一直在压 压压压压压 真的很感动 那里面有五朵金花吗 黄妈 你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担当 你觉得自己 嗯 嗯 我 还是想花啊 就那就比如说这么一朵花吧 我就是某一花瓣 嗯 嗯 那您觉得这朵花 咱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氛围呢 你看就是 哎呀我在这里也要跟新年道个歉啊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四川人 你知道吗 就说开了 有时候就忘掉了 心里是远方来的客人 确定吗 确定 你怎么说打拳 不得行 不是 是不是有时候 练起来黑楼狗了 练起来黑楼狗 大家都说四川网 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来不及了 说了一大粒 一大串了 马上我意识到就是 应该要多讲一些 他听得懂的话 但是也可以再继续教他 让他也修备到一名 但是哪那么苦 你说学一个语言 对吧 你顶多比如说 简单的吃饭 睡觉 你好 再见 晚安 早安等等 就更多的 他就是需要时间 所以这个 以后多说普通话 可以 我相信新娘会说 没事 没事 黄妈 可以的 肯定能融入的 对不对 那你觉得新娘在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担当呢 我们一朵花 朵朵花瓣吗 我们都是花瓣 她是那种小 很乖 你觉得她就十八岁那种 平年活力满满的那样 对 她就是很让人爱年 心疼这样的 然后很就是一个小娃娃那样的 就跟她的歌一样 爱你 对 就想爱她的感觉 爱你 那其实除了我们五朵金花 还有对面 我们男队 我们葫芦七兄弟 葫芦七兄弟 葫芦七兄弟 觉得他们是什么样子 他们性格 因为这次来这个舞台 年龄层还是 差距还是很大的 就几乎有有差距30岁左右的 所以让我看到就是五彩斑斓的 我不管是葫芦娃也好 还是花朵也好 都是五彩斑斓的每一个个体 你就会在旁边很开心 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小动作呀 小表情啊 小口头禅啊 小习惯啊 你就就是一副妈妈欣赏 在旁边欣赏孩子的 嗯 每个像一幅画一样 黄妈在那里 好美好 好美好的感觉 对对对 就看到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俩和他俩又在干嘛 就那种 就像黄妈一开始就看到了花一样 你的心 外面的世界都是非常美好的 黄妈在刚刚过去的12月 终于发布了小霞3.0 从1.0 2.0 到3.0之间 其实跨越了将近十年 对 那可不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这三个专辑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吗 其实这那些是我已经走过的人生 我只不过又回头再去表达 把那三个阶段透过三张唱片 透过这十年 要重新复制一下 其实现在可能是一种 超越那个时候的成长成熟和认知阶段 但只是你这个时候那么从容 你再回去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容易的 你只不过把自己的青春 沉沉 恳恳 老老实实的 复述一点 比如说1.0 比如说秦老师跟我说 你要20岁的那个状态 你要去重新塑造一下 重新回忆一下 那我就得比如说从声音上 心态上 还有比如说演唱的口气上 我都得有那个年 样子 2.0到了一种 人生30岁的时候 其实是满腹 最复杂 就是确定不确定 确定不确定 就在这个阶段 很摇摆纠结的一个人生过程 好在这个 咱们这个83场的 这个巡演2.0这件事情上 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艰难 还能出去工作 你可以想象就是 这多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恩 恩 恩情和恩典 对 我觉得黄妈刚刚说到了 真的是那种感恩 就是有一种 如果还有工作可以做 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又要把事情又做好 对对 做的好与不好 我觉得让别人留给别人说吧 自己就是诚实的把每一个工作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把它做好就好了 至于有没有一些缺陷 就有了就有了 竟然是听天命吗 这就是大家喜欢看黄妈的采访也好 就是我们很喜欢黄妈能够多 哪怕就是自己跟喜欢的朋友 唠唠嗑 因为你每次就是输送的一些话都会 感觉我们带来一些温暖 当然我 我继续吧 一定要继续 不 不能停下来 继续 我说55岁还开得 要开得跟你们一样 对 绽放属于55岁最美的 姚妈的那朵花 那从去年春晚的是妈妈是女儿子 再到向云多安 那像这样的 刚刚你也说到了一个心路历程 你自己的人生态度是个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的 它的结果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做很多事情 你不要去想那个结果 你只要交给你的这个工作 老老实实地把它做好 其他的是真的不是你说了说 因为其实说实话 这个我有提前预知一点点 因为这样的一个作品 在春晚上 展示着每一个家庭的 两代人的一种和解 或者是一种对不理解的 所有的都写在那个作品里 是当代的两代人的一种 真实的现状的反应 对不对 那透过这么一个作品 使很多不理解理解了 使很多不和解的和解了 我就会知道说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 它一定 虽然是我跟心灵在唱 它是女儿我是妈妈 但它也就像我做小霞唱片系列一样 它真的不是属于我们的 它是属于大家的 就是爱人如己这句话体现在我的人生观里面 我活着做好的音乐 唱好的作品 我的出发点是为着你 只有天知道 我不用表白 但是可以从歌声诠释出来 用自己去感受 因为我选的作品 我一定选这类的 你大概知道我选的作品的类别 你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 那黄妈要不要给一些正处于迷茫的 或者是有一些沮丧的各种年轻人吧 一些人生建议吧 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也不喜欢讲大道理 我觉得就是 这次每个人来到地上 谁也替你买不了单的人生 你就得把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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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谎话 不要去小瞧自己和嫌弃自己 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有被鼓励到 黄妈的话是可以鼓励到 每一个人的 是的 那如果从我们小霞3.0里边选一首歌 送给这样的年轻人的话 会选择 喜欢你 现在我们的这个后期就把喜欢你做 加上了粉红泡泡 粉红泡泡 鲜花 我从未想过 就这样会牵着你的手 喜欢你 2024年要爱自己 是的 爱自己 先爱自己 再去说爱别人 我马上就学会了 听黄妈一席话 圣读恩兰书 好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也是准备了一个 嗯 这是什么 这个呢 就是因为刚刚毕竟大家 有这么多的心声 听到了您的话嘛 这也是一些我们网上的 现在的热门词条 来回应一下 就是网友的一些词条 好啊好啊 随便抽几个 就是你们这带的 对这是其实现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热门话题 我看一下 看看是什么 黄岐山周深是妈妈和儿子 哦 深深从来都叫我小霞姐姐 对 可能他觉得他跟我之间是姐姐和弟弟 这样的一个关系 而不是妈妈和儿子的关系 我觉得这也是尊重深深的决定和选择嘛 嗯 还有还抽一个 还可以再抽一个 好试成双好不好 嗯 我获了获了哈 好的获了获了 出奖的感觉 对 看到这里的话题很吵 黄岐山谭位为玉可为 川鱼三凤一人天花板 就因为我们的语言是是通的 然后有一些方言也是我们懂的 所以 不要了下次都说普通话 都说普通话 让我们新衣儿也加入我们这个融合的大家庭 张鱼一的队神 对 一起聊起来 一起玩起来 过年就要热闹就要嗨 那最后黄妈就是对喜欢自己的 不管是粉丝啊 还有女儿们 嗯 有什么话想送给大家 如花似玉的活着 如花似玉的活着 对 那最后呢我们在如花似玉的一句话 安立下生生不息嘉年华 每一个家庭都要像花儿一样 赞放 这样的关系是值得表扬的 甜蜜的任务 赵焦仪的工作日常 欢迎赵焦回家 欢迎赵焦 很熟悉了 这个场景 感觉甜蜜的任务 好像看着我长大一样 都说小焦是 暴梗搞笑女貌 我玉米柳拔 你玉米吉吉 爱上我这些世界 这义无反爽 我昨天冲浪的时候 就直接看到 咱们的77张照片 真的特别火 批过了吗 都批 但我们批是还原美貌 北斗七行 大家都那么喜欢 如果再出发 你们有私底下讨论 去哪里玩吗 我哪都想去 但是我特别想去 那你觉得 北斗七行 如果一起大家庭拍一部剧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剧 豪门争夺 心狠手辣 运筹帷幄的那种 所以就是四个字 有底争 你们知道吗 这么多炸链心的 这么多的分享 这么的从永远没有透露过的 都上锅了 你刚刚那句话 甚至能上那个预告片 其实 真的吗 对 你看我们也准备了个小画板 北斗七行的全家福 画一下吧 你们看完一定会惊艳的 大功告成 更多精彩内容 锁定2月25日 周日12点甜蜜的任务 赵昭一和你 不见不散